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局的录像吧 展青小桥 好像挺弱的一个组合 出来一个刘上上 和马超超 他说他死不过 因为这里这里如果说马超想要杀死马的话 是可以杀的 因为这个马超是可以屏蔽他的副将的 所以他不可能返回联名 然后我们本来 我本来是想要去提醒他说 你有马超可以屏蔽他的技能 但是就是他当时在出牌的时候 我觉得是必应该去说的 他出牌就是我们说什么 那是那是这个 就是 怎么打就怎么打嘛 你说没关系 你说 就只有你说技能什么的 你没关系 对啊 你到处 抓除恨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到处拉除恨别人不打你吗 不是一样的打你吗 是呀 這個龍檔他是要 當一名角色使用3被你的龍檔抵消時 你可以令一名角色回復點擊 所以說這個閃的話一定要是雙閃 雙閃也是只能回一滴血的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獎金的一個鳥匠 在那邊 你說你沒事掛閃電你不是就在打工嗎 其實我們這邊就是想坑一下這個幻衝 你要是想要去反回的話 你先反回然後再解命 這樣會好一點嗎 他那可能是說我先解命的話 到處可能有機會反回的好牌 替我擋著 我剛才來就想到這個人他不是周泰馬他就應該是一個不大會玩的一個玩家 那隊友出來那我們肯定是要去殺這個 殺這個群群 然後進入一個優勢 我喝水水喝多了 因為打殼 高能預警 二部區死了 然後他是個槍射 問個球 本來是我們優勢局的頓時把我們打的劣勢局 因為這邊有個剛復年獎王飛 就是2v2的時候是非常強的 這邊你不能彈剛復年 你要彈就只能彈這個框雨 但是你這口酒又不捨不能彈這個框雨 先把這個桃子轉換 那這個之後他又只能留力給剛復年是不是 我們看到一個閃了 那我們只能去九殺這個框雨 如果說 你看一下 這個人又有九殺 如果說我們知道這個周圍有九殺的話 我們肯定是要強行殺這個 殺這個蔣武飛 然後堵他這個後面 就守成不到閃 這個其實都是有點馬虎的爆成分了 你看到明閃了你不可能九殺他呀 你這邊又不能拆他 你拆他的話又只能那個 有守成 明的是沒有那個牌嘛 這裡我們還是說 說終於回到兩血了 我們應該說優勢非常大了 如果他需要一血的話 剛復年獎王飛 他是可以掙扎一下的 神出一個決鬥囊 馬上雙邊有機會 然後神出到最後把這個大橋一弄死 他打我們的話 我感覺他打我們是屬於掉打 回 就回血能力太強了 這個組合 我們又出來搶個手量了 因為萬電在自己手上 那就多流槍殺吧 既然他爽著殺你了 太快了 連都選著殺你了 你就把這個尖雄亮著 萬一隊友有個草皮是不是 這麼多三選 給隊友一些殺 也挺好的 四號位沒動 殺也沒殺 然後五號位的話 就是拆這個黃衣兵嘛 那我們給他標一個偏無國一點吧 偏無國 然後魏國 偏無國和魏國吧 應該這麼說 那魏國他隊友被他打的 能報復他也能知常情嘛 群雄可能概率小一點點 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那七號位非鼠 我們先開個萬劍 試試水 一開萬劍之後 最多一個死馬 幫我們裝備反對 然後張腳 會皮膚 挺好的 五號位一次是小喬 還有個是恐龍 那我們剛才說的 可能更加偏無一點 我們當他是隊友吧 好 因為黃衣這種人 你肯定是不能留的 還有三個按鍵 是不是 那三個按鍵 真的都是 都是這個群雄 也沒辦法 因為黃衣這個武將 你真的是不能留 誒 這個人是個恐龍 而且是個懂得恐龍 行是 行是變了 但其實又沒有變 剛才 我們不知道這個 恐龍的 假面 覺得他狀態差 覺得這個 就是 弱 就属國優 現在其實是一樣的道理啊 諸葛 諸葛和黃衣他們 還有個附加沒亮啊 諸葛和黃衣他們還有個附加沒亮啊 就是說有個蔡文基嘛 6號和7號有個蔡文基 你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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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懶得給你打無邪了 你沒排 我就懶得給你打無邪了 我們只能賣力一點 看到就属國 奄奄一息 但是 這個黃衣附加 如果是個龐統的話 這個局勢其實 又不好說 所以我們這個規格 只能說打得賣力一點 賣力一點 然後賣力一點之後 等 等這個局勢就是 變了之後啊 變了之後 我待會再虛假報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組合其實 沒什麼用 沒什麼狀用 這個 也行吧 所以我的話應該給這個馬騰一個順手 然後 再給一個裝備 給這個張角 因為馬騰有一個陰陽魚嘛 那如果說他這個天過不了的話 可以 可以說就是三排過了 然後如果能 陰陽魚就是說 他如果過不了嘛 也可以留三張牌 那張角還有個熱鬆 我們也能先過出去 他還是沒量 他沒量 殺不了孔龍啊 那我們開始招了 因為那一輪 群雄最猛烈的那一輪已經過去了 我們這邊已經沒必要 就打得這麼賣力了 笑死了是不是 是不是有點笑死的感覺 本來這個孔龍要裸 然後他自己還能活 頓時 頓時就變成了 他自己死了 他手上沒有殺 他不敢決鬥 他這邊可能是可以把張角給收了 那他這邊可能是可以把張角給收了 好 說 他說 很有可能他就是個龐統 就是個局勢 突然就變成了 變成了我們大蜀國的 因為這兩個主要其實挺強的 這裡其實怎麼說吧 你要流利肯定只 就是說你要不就流利給這個蔡文基 你要不就流利給這個裙克 因為蔡肯定是只能他們所吃啊 但是你流利給蔡文基就 有一個問題是在於哪裡嗎 就是這兩個群群群會變得突然就變得很弱了 人以高階 樓抽屍 我們又不動了 其實這裡怎麼說嘛 你其實也可以去樂一下這個黃音 因為這個 感覺這群群群肯定需要馬上死了 然後去樂一下他 控一下他也挺好的 突然這個諸葛就死了 因為諸葛必然死了 他手上沒有閃爭的話 立馬變熬戰 單行此祭 這三人群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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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这个黄云他肯定是要杀我们的 你想你想这个恐龙他挂一血到时候就偷牌了 虽然现在没有逃走但是他别人偷你牌你难受不难受 然后他挂一挂他给你 所以 他肯定是要杀我们 然后我们就堵他手上 没有酒了 没有酒然后就直接死了 然后只是就多 多打了这个黄云一点伤害 热一下他 我们只能 其实这个陆续被搭桥怎么说吧 每个回合应该是可以 摸二 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多 就过一下牌然后热住他 算是四张牌里面找一张牌 找一张方块 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请休息吧 请休息吧 这里反正没有啥 你这斧子就给他留着 你这斧子就给他留着 有没有红沙嘛 红沙就教我们做人 因为你多事你肯定是亏牌的 你只能说有沙就出沙嘛 那他哪来这么多啥啊 真要摸到红沙摸到角落 那就他的牌了 那就论命的呗 一杀一乐 总体来说其实都是在瞎打 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吧 就这样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